《笔蛋炫剑》 笔蛋炫剑 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苦了 大王若是再不下令减免赴税 恐怕我们升朝的气数会到此为止了 不行 我得去见大王 大王 您喝我的酒 大王 您吃我的菜 你的菜我吃 你的酒我也喝 大王 大王 大事不好了 你来干什么 没看到我在忙吗 大王 十万火鸡啊 南方官人来报 那里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行了 我知道了 发不发生大洪水又不是我说了算 以后这样的事不要来报 大王 请您替南方的那些老百姓想想 他们的家园被洪水冲垮 他们的亲人被洪水淹死 他们没有粮食吃 没有衣服穿啊 真扫兴 哟 他们没有粮食吃 跟大王有什么关系 难道他们没有粮食吃 大王就也不能吃东西吗 就是 这种人真应该拉出去砍头 来人哪 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 大王 大王 这回没人扫我们的心了 来 咱们继续吃酒 大王 大王 南方的水灾您不能不管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 别提了 他向大王汇报南方的洪灾 谁知大王竟然下令砍掉他的脑袋 啊 大王怎么能这个样子呀 不行 我得去见大王 什么 底干 你可不要自寻死路啊 虽然您是大王的叔父 可若您的话激怒了大王 大王一样会杀了你的 哎 如今大王暴虐的这个样子 我们不去劝谏 那就是不忠了 为了怕死不敢说话 那就是不勇敢了 大王有了过失 我们就应该去劝谏 不用我劝谏的话 那么就死 这才是终到极点的 皇上有了过失 做臣子的 不用死去力争 那么和一般的老百姓 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是 底干 你不用说了 我决心已定 为了百姓 为了我们商朝的国家设计 我必须要去向大王觐见 别干 来 叔父 一起喝酒 大王 南方水在百年不遇 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您怎么能够智之不雷 喝酒享乐呢 怎么又来一个扫兴的 还真有不怕死的 比干 不要以为我叫你心舒服 你就可以教训我了 大王 比干没有要教训大王的意思 比干只是想劝大王以国事为重 不要整日沉迷于声色拳马之中 哼 他可真烦人 是啊 他竟然教训起了大王 胆子肯肯大 大王 您应该中于那些 勇于尽浅的大臣 而不是这些只会奉承贤媚的美女 大王 如果您再这样下去 我们国家必定要被灭亡的 大王 您听他都说了些什么 大王 他竟然敢说我们国家会被灭亡 他以为他是可以为补先知的圣人呀 比干 你说的这些话不错 我想只有圣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听说 圣人的心上有七个窍 不知是真是假 大王 您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 不就知道真假了 哈哈哈哈 每人说的对 白人啊 给我把比干的心挖出来 我都要看看 你的心是不是真的有蹊跷 大王 比干不怕死 但希望您能立刻下令 拯救那些受罪的百姓啊 大王 快给我拉出去 把他的心给挖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周王如此昏庸 你何苦要这样做呢 毕竿 你说的没错 阴上在像周王那样残暴的君王统治下 必定会被灭亡的 这天终于来到了 周王带领诸侯讨伐赵王 并取得了成功 毕竿 周王他来祭奠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 毕竿为了国家的新王 仍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而去忠诚劝谏 虽然最后被荒庸的周王杀害了 但他终究为国为民的故事 使他名流千古 后世几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